起床啦 我要把這些拼成我的早餐 我可愛的早餐做好了 有沒有很健康的感覺 我現在要去LV 我穿的上面是泳裝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一起去大浴池 所以我就直接穿這件可以當作上衣的泳裝出門 然後為什麼我要去LV呢 因為我在上海的飛機上面丟了我LV的圍巾 所以我要再去買回來 然後聽說匈牙利的LV很便宜 所以我們去看看吧 跟大家說一個悲劇 走到一半發現我忘記帶護照 這樣我就不能免稅了 所以我現在等下12點要跟大家一起去大浴場 那現在已經是1點半了 我要走回去再走過去呢 還是到處逛逛 到處逛逛好了 出現了一點不一樣的計畫 我們本來要從我們飯店到這邊 他們要去Galer這個山 然後因為Galer也是一個浴場的名字 我們本來以為大家要去浴場 結果他們沒有 然後後來院間有點下雨 所以總而言之他們又決定去 去什麼廣場小的 反正總而言之就是 這個取消 我現在要幹嘛呢 因為我已經全身泳裝你知道嗎 唉 我要幹嘛呢 所以我現在決定自己一個人脫隊 然後我一樣要去LV 因為我現在已經帶我的護照了 然後到處逛逛之後 再決定要去哪一個浴場 這是毛巾 在此之前我要先找個東西吃 昨天那邊超熱鬧的 現在沒有人了吧 可以吃東西了吧 我決定吃這個烤雞 這個午餐吃好一點吧 在這種地方吃個早午餐 不錯吧 香煎雞腿排 還有煮豆泥 盆的真的很排十五個人 就是 就是我比較高 就是身體 身體 身體會一起來 然後應該是不會有雷啦 看起來是色香味俱全 我剛刷完卡顯示538 好可愛喔 我現在走到這裡是匈牙利國家歌劇院 很漂亮 然後旁邊就是LV LV GO GO 其實我也沒有特別喜歡LV 可是這邊LV特別便宜 然後再加上我掉的那一條就是LV 掉什麼就買什麼回來很合理吧 進去囉 怎麼辦我要買咖啡色還是米色 米色很好看 好像比較適合淺色 一塊有金蔥的白色也很好看耶 我後來買了這個顏色 現在是一個小哥哥服務我這樣子 然後這也是Cashmere的 還蠻好看 就我的顏色啊 我買的那一條它的那個型號 現在台灣官網還找不到 所以我看不到台灣的定價 然後我回去之後再找看看 然後 他給我一個顏色 有很多不同的顏色 就是上面沒有展示的 買到了 兩萬七千多 就是 店員也跟我說 熊亞利這邊LV 是在歐洲裡面 真的是最便宜的 貴哥 他就說這個顏色很適合我 我就一直說 這是我的顏色 現在要去泡溫泉 我要去搭地鐵 這邊有個可愛小哥 在賣票 然後 我本來想要下去買 結果下面沒有 要到對面才有個那個 機器售票 然後就我這邊有人工的 超可愛 我在跟他聊天 你說 我22歲 22歲 22歲 23歲 22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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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歲 22歲 22歲 20歲 22歲 22歲 23歲 22歲 22歲 23歲 24umm 同樣的 同樣的路線 為什麼我連買個公車票都被撩 我本來想要坐火車了 但是買他這個就是 48小時通 他是只能夠搭公車 不過他們市區也沒有很大 所以就搭公車其實就可以了 然後是在這邊的車囉 這是我們的一日卷 兩日卷 太Q了吧 雙乘巴士 好可愛喔 就是一堆人戴著耳機聽介紹 然後在拍這個英雄廣場 9號好像是終點站的樣子 他說會在這邊休息30分鐘 然後這邊有很多就是其他間的 City Tour的那個巴士也停在這裡 然後反正我就是要下車了 我要去泡溫泉啦 來去泡溫泉 這裡大處都是Mini Cooper 我就已經看到八百台了 不過這邊大部分都是電動的 對面有這個噴水服 那就是餐廳吧 這邊這一間好像不錯一樣的 我走過來了 這間餐廳好棒喔 這在晚上要吃的餐廳旁邊 晚上要吃的那一間餐廳在後面那一棟 但這間我覺得也很讚的感覺 就是景觀餐廳 前面有個街頭藝人 那在唱應該是 休拉莉的感覺也是 蟲窯吧 名謠之類的吧 好可愛喔 到到了 這應該就是他的入口 Beer Spa到底是什麼儀式呢 啤酒浴 我現在覺得怪怪的 塞千尼剛剛那個服務的阿姨 她跟我說 要買乾淨的拖鞋才能進場 然後我說我穿的是拖鞋啊 她說喔我們要乾淨的 然後她就告訴我要走去哪邊 那邊有一個超 販賣部可以買拖鞋 我現在要到後面了 這邊應該 應該是 沒什麼問題吧 這超多人欸 超多人應該就是入口了吧 不會不是了吧 所以 好應該是這邊 那這邊是Ticket For Today 所以 我應該在這邊買 這邊很多人 我覺得 跑來有跑很多人 好的 不用面對人 我自己買票 沒問題 這邊是機器買票 Ingolish 這個是 只有鎖頭跟票 然後這個是他會給你 你的換的衣服的地方 看看這個阿 我這麼窮 謝謝 謝謝 這裡 哪裡是入口 我看 這裡是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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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一個公司 在公司的房間 有衣服嗎 我明白 有衣服嗎 你把東西放好之後 然後你就把它關起來 然後就可以 用你自己的那個 去把它鎖起來 然後它就只能夠再用你自己的感應 就你如果沒有感應的話 就打不開了 哇嗚 好可愛唷 我的泳衣好可愛 然後我覺得那個 就是前面櫃檯那個小姐在跟我爭笑 就是因為我剛進來的時候 那個櫃檯也有跟我說 你有帶拖鞋嗎 什麼什麼的 然後其實它也沒有叼我說 一定要買一雙新的 然後發現這邊 大家全都是穿自己的拖鞋 隨便 根本就不用買新的阿 大家來這邊 就還是要有點 就不要被他們拐了 到底為什麼要買拖鞋阿 我想要赤腳走也OK的好嗎 水溫溫的大概38度吧 沒有很熱 但是這種天氣還是蠻舒服 它裡面還有一區 但是水溫應該一樣 哎唷 對 我剛剛問隔壁一對gay 然後他們是那個 比利時人 我說你們是大利人 你們是匈牙利人嗎 然後他說不是我是比利時人 然後我就說 那你們就是第一次來囉 他說不是我們來過很多次 然後我就說 那你知道那個室內的在哪嗎 然後他們就告訴我室內的在哪裡 然後可能會比這邊熱一點 所以我現在要轉移到室內區 在這個門進去 這個門 這個 這個老外的後面 哇 裡面 比外面熱多了 這才是溫泉嗎 裡面還有一區 哇 它這邊有洞天耶 它裡面繼續走也還有好幾個 不同的浴池 我很懷疑我是否能夠走回去 我來的地方 我找到桑拿了 這裡是可以蒸的 好多人喔 我從它那個桑拿出來了 它那個桑拿是烤箱加蒸氣 然後大家就是在裡面排排座 還蠻可愛的 而且它有那個藥草的味道 跟薄荷的涼涼的感覺 然後外國人都很乖就是排隊 沒有位置就不會進去 就是 裡面真的很熱 我又走到了一個新的區 媽 真是美 剛剛長一樣 然後這邊的旁邊 還有另外一區 真的好大喔 這邊還不錯 這一池很熱 就大概有40度 你的標準變得很低 40度我就說很熱 其實也沒有到很熱 但就是相較而言 這一池就是目前最熱的 然後還可以 就是有個小台子放東西 我要繼續探索這裡 這裡真的好多池喔 啤酒bath 是 暢飲的 剛剛去看了 然後是可以躺在那個 一池一池的那種橡木桶裡面 然後旁邊就有一 那個啤酒機可以一直無限暢飲 但是好像蠻貴的 所以我不會去 因為我晚上還要吃飯 從上面有下看 真的是蠻漂亮的 阿這個上面走下來之後 這邊往西亞走 有桑拿 這邊溫暖很多欸 桑拿 這邊還有岩 岩浴 桑拿 讚喔 喔這裡好大 我剛剛進來的時候 是在這邊 然後中間這邊是泳池 過來這邊還有一區溫泉區 但這個的溫泉區就是它中間沒有那個一圈一圈 我剛剛前面有一圈一圈 這很容易迷路欸 然後中間這邊可以買飲料 也有餐點可以吃 然後這邊有提供免費的吹風機 按這個按鈕 就可以吹頭髮了 風沒有很大 但是還堪用 你起碼你不用自己帶 泡完澡了好爽 我要去吃飯了 然後跟大家說 它那個吹風機 非常的風很小 所以你如果是長頭髮 頭髮多的人 你可能會感冒 就是可能可以帶個帽子還是什麼 那自己帶吹風機來的話 可能要偷偷找插座 對 不要在人多的地方 你可能會被制止 對 好的我走到我的餐廳了 有鬍鬚的 這應該是老虎吧 Hello I have a reservation Good evening 小提琴 我來看見你 我去看見你 白餅 一塊 酒吧 他說他說這是茶麵這邊 很多人都會點的 雞也是他這邊的傳統 也是推薦我點 這個是主題 所以我就點了這兩個 這酒還蠻新的 我剛剛查了一下 這一支葡萄啊 它不是皮諾娃 它是口感很接近皮諾娃 然後它是修亞利這邊的原生種 它就是喝起來的辛辣跟一些黑果實的香氣是比較重點的 它的酸度還蠻高的 覺得還不錯 配這個味道重的菜應該是蠻合理的 然後這個是他們休亞立地的起司醬 有點像是蛋黃醬加一點的 有一點不是起司的那種味道 我的前菜來了 這鵝肝超肥的耶 很大塊耶 以鵝肝來說這個很有誠意喔 你去高級餐廳吃飯它是沒有鵝肝的 都是牙肝 鵝肝就是很好吃 它就是很creamy 然後很香 入口即化那種 它這個鵝肝就是還蠻頂的 它的鵝肝雖然很濃 但是不會濃到很噁心 它的濃是帶一點點清爽 它旁邊還有一坨 酸酸的醬的 也是去平衡鵝肝的肥 它這應該有加甜菜跟蘿蔔吧 然後用醋去弄 身為一個小廚鳥 我把醬跟耳乾均勻的鋪在了這個麵包上面 看起來這麼非常可口我的天哪 看起來相當的兇牙烈欸 我們來稍微了解一下這件是啥 我猜這個是主食 我覺得應該是 麵食 我猜 我猜對 它是麵疙瘩之類的 它們的便食 它不像刀削麵那麼漂亮 它其實是比較軟一點點的 它這個醬有點濃稠 有點濃郁 然後 應該是蘇亞莉的特色的沾醬 我不是會形容這是什麼味道欸 反正是一個新的味道 然後它是屬於比較濃郁的 不會辣 有一點點像花生醬 我覺得這個醬還算是OK 還不錯吃 就這一整道 沒什麼問題 但是我不會覺得說是 超好吃的味道 你知道嗎 traditional food 可以試試看嗎 試試看它這個 小黃瓜 這很清爽 不會太鹹 它是 我覺得是還不錯啦 很適合當沙拉酸酸的 因為我很燙 很鹹的 煙黃瓜 這個剛剛好 雞肉它處理的也蠻好的 就是弄得很嫩 不過 雖然沒有額膏那麼驚艷 但是 打算 沒什麼問題 就只要我吃的被盤狼擊的時候 這家店要接近客板了欸 哇 付款啦 這一餐大概一千七左右 謝謝 謝謝 好了我到 站牌了 一個人都沒有 一台車都沒有欸 怎麼辦 有點下雨欸 靠北喔 它之後一巴也太短了吧 它這是怎樣 我上了一台計程車 在我發現那個時間有問題之後 它就奇蹟似的出現在我面前 愛下雨的布達佩斯 好想睡覺喔 剛剛計程車287 不算便宜啦 這個他們的計程車 但也沒有跪到哪去 就是偏龜 好啦吃飽飯 回來睡覺了各位 晚安啦 來 這邊 晚安 躦避 有 點燈 多 字幕提供